真想現在要靠選了 真的是靠桃檢嗎 所以請教這個檢律師 那我們來看到 那接下來呢 說還要再抗告嘛 要再提抗告 但是我們說接下來再提抗告的話是 這個要什麼樣新市政 成功機率有多少 那現在這個軍審法移不移出來 因為總統都出國去了 還沒有正式把軍審法給簽合 讓他走出總統府 所以這裡頭家屬很急 但覺得你覺得實質上 最有幫助應該在哪一塊要先動 我們講這個羈押啦 為什麼要去羈押這個被告 最主要我們一般羈押的理由 大概就是說第一個是重罪 對 就是說可能有犯這個死期無期徒刑 或是最新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為重罪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是說 我們可能接下來就隨時 就會有可能有逃亡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第一個是重罪 第二個是逃亡 第三個就是滅政 串供 對 串供 那如果說我們講 這個第一個他可能是有這個重罪 因為我們就要講 如果說淋略致死的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這可能是有重罪的 第二個就是說逃亡 我想可能這個部分可能就機率就比較小了 因為如果說我們一般人可能比較容易 但是在軍人來講的話 可能這個部分就比較小一點 機率稍小一點 好 但不是代表沒 對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這個滅政 滅政的話 其實現在來講我們要講有什麼樣的證據 可能要找到說有一個滅政的 有適時族認有滅政之餘的話 可能也比較困難了 好 那我們所以之前來講的話 可能就一直在這個主公這個串供這個部分 沒錯 串政這個部分 那這個 講到這個串政的部分 當初講說這個 因為他們把這個召集過來 對 並不是說是在討論這個要如何的去 串政 在串政 而是說要如何的去 模擬問答 模擬問答 對這個家屬 可是我們事實上來講的話 不管說這是刑事訴法 還是說這個軍事審判法 我們講的這個串政 它不是說有事實證明它有串政 條文是說有事實認為它有串政之餘 就應該要認定它有串政 對 所以它的條文是